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 之前大家常说中国与美国2020终衰一战 有书为征 这本书曾经掀起了大家的讨论 究竟为什么会说是2020中美会终衰一战 话说当年一位台湾写军事战略的YSR 他曾提出一件事说到2020年的时候 中国的科技就会比较原备 其中他就说了这个北斗卫星的导航 当时就说如果科技能够去到这个程度的话 美国就没有什么占优势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需要趁着一个窗口期里面 对中国发动战争 但是2020过了之后终衰到无一战 但是现在又再炒热起来 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看几个迹象 首先美国的霸权 是不断被侵蚀 天下本无事 为什么会侵蚀得这么快呢 全因为有一个可以取代美国的东方大国 所以局势就完全不同了 之前美国是独大的 完全是一个超级强权 但是问题就是全世界就算是对它不满也好 都只能够啞引 因为它的军事力量非常之大 但是现在又说了 中国出到来 从各方面 经济、科技、军事、外交 乃至到文化 文化比较慢一点 不过其他这几个纸上的环节 都可以挑战美国 那就好了 大家苦美国久二了 大家看到有中国起来的时候 就会对美国进行不同的 所谓的战略针对 有些力量的国家 比如印度 它两边都可以吃两家茶礼 因为它这么强大 又有核武又有航母 本身也是一个科技的标算来大国 所以印度可以在两边奉劣 但是中东和伊朗 真是苦美国久二了 即是很不满意美国 于是乎开始有不同的战略针对 好 首先 现在中国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 之前没有一个能够挑动美国的产权 其他国家都叫做隐而不发 现在就看看一个报道 就是在今年的年终 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 一共12个国家 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 其中一个疫情你猜是什么呢 就是去美元化 美元就不是一个经济的框架 不简单 只是一个经济因素 其实这十几个国家 为什么要去美元化 因为提出一个可以取代SWIFT SWIFT SWIFT的新支付系统 因为之前 美元几乎是所有交易的支付工具 所有的金融和经济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私隐 美国甚至没有控制 你连主权也没有 如果大家不用美元的话 就可以不用SWIFT 不需经过你的银行系统 之前就有电子支付 已经做到一个 可以回避了美国的金融监控 现在更进一步不如 何必要这么辛苦用美元呢 如果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是谁呢 中国 那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的话 为什么不用人民币呢 当然了 之前有很多讨论 就说人民币也不想这么快 成为国际的货币 有很多理论 总而言之 虚美元化 对美国的霸权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都知道 如果美国的美元 不能够控制全世界 全世界都用美元的话 他就不可能不断地印刷 美债 不断地印刷美债 这就是有选择霸权的力量 当然了 你可以说 其实美国的金融霸权 还有太多了 基本上都不能够维持 这是一件事 但是现在美国也是把这些事件 归架于中国的崛起 中国其实是复兴 就不是崛起 好了 我们看一下 黄博社5月怎么说 他说去美元化 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这个题目 就说 美国现在遭受到各国的政府 从这个储备中 非快地摆斥 就是说 不用美元 不用美元来做外汇的储备 现在美国占全世界的外汇储备 只有六成都不够 58% 2001年的时候是73% 都很厉害 不过最厉害在70年代末 当时美国在外汇储备中 占的比例是85% 所以美元霸权就是这样 现在最重要的是 因为美国的霸权不是挂钩于黄金 而是挂钩于石油 现在中东的石油国家 就说一齐不用美元了 因为深知道 有了中国的力量来挑战美国 不用怕 快点跟中国做老友 所以看到中东这么多国家 和中国的友好 你就知道 其实跟美元也有很未必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位置的霸权 很多人就说 很强大 有11只核动的航路 其实不是 最重要的是 有石油的美元 这个体系如果撑动到 美国就真是左右为难 因为它的实体经济就已经没有了 那就靠金融 不断地印钞 就是膨胀它的金融 同时将金融 这些所谓的通胀 这些不利的经济因素 就透过美元的揽法 就会推向全世界 让全世界帮它揹飞 所以金融博士说 美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就说波波不可以爆 就是这个差不多 这些旁枝陷阱 你突然间都爆它了 全世界都破产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美元也不单是 要令到全世界的经济有问题 如果真的打起来 有个全世界的 叫做世界大战 即是基金教授言下之意 就说 你若然逼得紧 美国就打仗也有份 大家也要小心 所以这个说话 尤其是说给中国听 千万不要把波打破 但是很难的 美国已经一次用龐痴陷阱 即是龐痴这个骗案 你始终都会爆 何况我们有我们的国家的考虑 美国不是朋友不特意 基本上都是对手 就算不说这些 我们也需要有稳健的经济健康 有稳健的世界经济 大家共同富裕 这才是我们的看法 所以中美肯定是有很大的矛盾 我再说一次 所以我一早就看出这个矛盾 中美没有缓和 所以中美只是在那里 拉拉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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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 但是这个矛盾 怎么可以解决呢 第一 就算美国做老衣都不行 那又为什么呢 你说去了美国的美元抗拳 那美国的经济怎么维持 你养了那三千多人 所以一定要斗到底 所以我们从这个思路看 我一直都知道 我是没有说到这个 所谓中美缓和 中美缓和 只不过是大家的炮影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底子 一直是这样显露 所谓的东方大国 就一直有很高的战略定力 之前我们对欧洲很礼貌 对美国也不假辞息 就是最近才比较强硬 之前也比较转 大家都知道 王毅就先说了 多说几句话 都被人说是战狼外交 其实都是他们的历史 但是现在就真的看好了 我们不单止 我们不是说口述 不是说 你而我往 不是说这件事 就是出手 就是你反制我 某些事情大家都看到 因为大家忍了很久 你看都看到 你从特朗普时代到拜登 不断施加压力 目的不是说 因为我们用了芯片 对你有什么国家安全 而是我们用了芯片之后 他怕我们的发展 比美国更快 当然了 你说中国的发展 比美国更快 就是对美国的安全 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是美国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 不能这么痛 不是这么看的 所以就是现在中国出手了 你芯片 好了 你的设备 又禁止我们 华为不用说了 打到残了 手机 现在我们出手了 因为原材料 起到我们手上 你看整个产业 不是只看 你有很多尖端科技 我们卡尼泊子 这些就是我之前 国内的没有什么 科技知识的人 在带节奏 我经常说 对 就算你混我 江黑肌肉如何 我们慢慢的发展 都可以的 但最重要就是 中国有什么出手 其实我们当时 大家都知道 稀土已经在手上了 为什么中国共军子 到现在才出手呢 其实就是这个战略定 就是说 美国已经出牌了 你能够禁制的 已经去到尽了 我现在打这个 限制的家童者 这两个 是这样的 这个金属的出口 你已经很头痛了 因为家童者 主要是 给这个高端的芯片使用 那你现在 美国就要 压迫荷兰 不准出口 这个高级的 连中级的都不行了 于是你去到尽了 你连低级和中级 所有东西都封锁了 那你还有什么牌出呢 没有了 没有轮到我出 这个就是战略病例 就像我们 做学生的时候 傻子 你这些牌 这些黄牌出完了 我留下手 很强的牌的时候 再出你怎么出呢 你唯有投降 这个就是这个比喻 所以现在 叫做破坊 就是说原来 整个产业 不只是 干黑技 不只是其他 所谓的软件 或者硬件的技术 你做所有东西都需要材料 没有材料 你怎么知道 刚刚这些材料 中国在70年代开始 已经密谋地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说回当时 任小平说 中东有材料 中国就有稀土 当时他的眼角 他的战略 很有圆建的眼角 就说 这些这样的元素 并不稀罕 即是说 很多国家都会有 但问题是 你开发的成分很高 环境的污染 更加大 所以当时看到 我们中国的稀土成分 都不少 即是拥有不少 其他还可以 我们慢慢去 争取做这些 又骚髒 又低价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 是全球的高科技 都必要用的元素 于是我们又说是稀土 本来我们的稀土 已经是不错了 就是拥有量 一路开发 当时是全球化 就是说全国美西方 都只是佔用最尖端 最能够赚钱的环节 当时我又说回 我当记者的时候 都很受一个思想影响 就是我们中国都很无奈 第一件事 你帮人砌iPhone iPad 或者砌其他电子产品 你拥有的东西 真的 赚得1% 2% 例如代工生产 最多1% 1.5% 都被人砌了 很无用 我们什么时候才有科技 我们什么时候才有 这个专利 我们什么时候 像美国欧洲 那样 当时有很多群华 但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肯 低价 甚至我们是 付出我们的红利 付出我们的代价 做了这个代工生产 因此而带动了 我们有这个产业的供应链 很完备 所以 再加上 原来我们一路一路做 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 吸收高科技的时候 也是 在这个原材方面 我们也做到很战略性的 一个 的投资部署 例如像家同者 很多人比喻 就是说 这些东西很便宜 你开我不用 我马上去做 说笑吗 你起码要几十年 要用几代 因为你要处理 它的制作过程 中国就制作了几十年 掌握到的技术 一直是这样升级的 所以你要差一差几代 虽然说这些东西 不是很尖端的科技 其实是人都会做 但问题是你要做 你要做到好的时候 你要需要时间 所以现在说回来 就是说 和家同者 还有下波浪去到稀土的时候 如果打完牌的话 美国应该 或者是美西方 挺难接招的 甚至是 现在跟着很贴的 欧洲 日本 韩国这些国家 真是可以说 吊吊飞 德国已经很不满意 经常出这些文章 说我们一定要搞定它 说回王毅 王毅就是 日前可能 因为都知道 我们中国 已经是 至尊在压 就是说 我们之有 很 稳健的 一个 战略的部署 我们也很有实力 所以他对着 中日韩会议里面 就和大家说 中日韩的朋友 要注意 我们千万不要削尖鼻 染黄头发 因为像这样 你去到美国人 都不会当你是自己人 因为你是亚洲人 这个说话引起很多反驳 西方媒体说 这些好像有种族歧视 有种族挑人的说话 不过这个是很描述的比喻 就是不用说这么多 你怎么办 你都不是 美国人 怎么办 你都不是西方人 是吧 言下之意 深层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跟着 那么铁美国 你跟着那么铁美国 你始终也不是美国 始终也不是西方 是吧 你都不需要跟着美西方这条路 因为他们的文明 差不多是有效期 西方文明的有效期 差不多三百年了 差不多都打完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如在亚洲 我们自己有实力 我们可以自己做好自己 或者甚至没有 也不要分为亚洲和欧洲 因为法国也很想加入 我们金砖国家 甚至没有想加入亲文明 都不需要分这些东西了 总而言之 我们一起合作 将单边霸权主义 帮这三百年的西方文明 我们去改革它 当然 这样就会引起这个问题 不要常说 美国其实可不可以 跟中国合作 如果美国要跟中国合作 对大前提 美国需要认自己 不是第一 也承认这个文明 再不能继续 那你才可以跟中国互相合作 你想想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始终是对手 就越来越尖 差不多到了军事冲突的层次 所以基辛格再说 大家千万不要再向前走一步 毛泽东的说话就是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 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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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总结抗美回朝的战争 我们中国取胜之后的说话 现在基辛格可能改了毛泽东的名言 变成说 美国人民是惹不得 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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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辛格经常是以暗示 美国民是中美中西一致来到警告中国 大家可以听到他的说话 你不要以为他很有道理 很有客观 他每一句说话 藏有一句说话 就说 真是中国 美国霸权惹不得 惹不得 惹不得 这个就是基辛格的说话 中国明明知道美国态度 所以也知道 就是 美国现在打完所有牌 就是他们的科技牌 打完 我们出了这个反制 你基本上没有了 就是没了抗力 基本上 你没了材料怎么做 你马上上山挖 都要几十年时间 我说不要几十年了 十年八年 足够了 好了 最后一张牌是什么牌 除了经济 科技 外交 打完了 就是台湾牌 台湾是最能够引起战争 最危险的一张牌 所以说 中美准备一战 不是吹水 也不是说 在这个时候 说一些反话 我们就是中美缓和 都会缓和你自己想 对吧 因为美国就是 在今年的四月 就已经提到 向外高调公布 就是说 美国把权不得 就已经说 它有全球最强大的 陆海空军事力 11艘航空的潜艇 即航空母航 核动力的航空母航 可以很快速集合到 全球相关地点作战 这个就是美军 80万军队 可以随时调动 一个月之内 可以去到全世界的战区 就是他这样说 所以你说 你是不是想 几个月之前 你以为可能 对着俄罗斯说 今天说 其实对着所有 挑战美国利益 挑战美国霸权的势力 包括中俄 包括伊朗 因为伊朗 因为伊朗是美元化追击的 所以就说 我们也知道有战争的危端 没有危机 是危端 所以就是我们 昨天 习近平尋试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 对阵在台湾那里 很重要 这是很明确的讯号 习近平怎么说呢 他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新界民的交接 就下去了 我个安全形势 啊不稳定性 是很增加的 因为文明冲突 主要我们是比较文明针对的一个国家 就是我们未来的安全性 很不稳定 夶抿到出口 即也会有战争危机 用白话 bersing 你会说 就是有战争危机 所以他去尋试东部战区 他在东部战区 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战区 他说 我不知道 未來的如果戰爭的危險一定會發生的代案 美國的牌一定是打在那裏 所以他提早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很多人都說鬥爭這件事不要在香港說 香港不接受 但你不接受你都要理解 因為整個國情是要向著鬥爭的方向去走 習近平在任何場合 講到中國的國運都必然提一件事 敢於鬥爭 但要善於鬥爭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同樣在香港聽得明白 你不要說他去東部戰區說了什麼 不關他們的事 哈哈哈哈 亦都勸勉所有的官員 所有的建制派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 中美準備一戰是一個很大的形勢 不是說兩三天之內會消除 不是去打風 過兩三天就過了 並不是事 中美之間再沒有存在這個模糊策略 就是說 當時大家說的美國就不會參與台灣的事務 但如果美國說明你對台灣有任何行動的話 美國一定出手 大家不會模糊 清清楚楚 中美也沒有緩和空間 為什麼美國說明我不會放他台灣派 中國說我不會放美國主權 你想想一下 空間怎樣呢 中美準備一戰 現在不自然是因為大家還沒準備好 在這個中美一次 我不需要和你加一個問號 所以說整個香港 最主要是香港人 這個形勢不止我們的主事人 我們的建制派 現在建制派有很多的資源 有沒有為這件事準備好呢 你也說給我們知道 讓我安心 香港是剛剛起正中西交換 其實很高奉獻 未來會有很多搞作 當然 起見是在這些所謂的港獨分子 那些黑暴的餘熱 要被追打的問題 文化基礎這件事 我再提 這個必然我會再提 就是我們做好了嗎 因為我還沒看到這個氛圍 不要說我做了什麼 整個氛圍如果你看不到的話 等於白雪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睇 再見